放到这个标盘上 然后 拉到这个 Docker 从这里穿过来 然后就这个位置过来 好 你要走这个光电的中间穿过 然后 再走这条过来 好 为了能让大家看清 我现在 把镜头切换过去 好 我把镜头切换到这里 标签 从标道的这边过来 然后 从这里过 从这个 轮子这里 再穿过去 然后 卡到这个 搜标盘上 好 咱们标签 然后 这里一个轮子 一定要把这个轮子给宣紧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好 看 看这里标签的看得出来多少 如果出的 长短 出的长和短 咱们是 来调后面这个光电的位置 来 左右移动 好 咱们再把这个 钢片 给它锁住 现在 标签出来的刚刚好 看一下这里的参数 这个参数是3000 保护卖充是5000 好 咱们现在 再拿个瓶子 咱们现在开始设置光电 然后点一下这个光电的SET键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瓶子 放在这个光电头照射的位置 咱们再按一下SET键 好 好 感应到有信号了 咱们可以启动 点启动 调好 这个转标的速度 跟这个速度台的速度 这两个是控制速度的 好的 咱们贴一个试一下 如果 车标太下了 再相当的往上一点 咱们来通过这个 这个 摇上来 这样子的话 不要调到位置 就上来了 这一期的强解就到这里